遭人喷漆的犹太教堂,名为Beth-Tikov Synagogue,位于北约克Bayview加Finch附近。 旁边有一间犹太人学校Robbins Hebdo Academy。 工作人员昨晚发现,教堂的墙壁上遭人喷上穆斯林中会统治的黑色字句,其上方还图了一个红色党卫军的符号。 犹太教堂的负责人表示,这种恶意破坏行为是这个城市不能容忍的。 多伦多警方正在翻查教堂的保安录像查找线索,同时有许多市民和商户主动请应,要将这些仇恨字句尽快清除。